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科生包括研究生毕业之后的薪资相对比较高 平均来说的话月收入达到20万日元 当然是税前 税后的话可能会有十七八万左右 但是我同学也有现在一个月到十七八万 但同样反过来的话交通费是公司帮你负担 然后住宿的话呢一般公司会有寮 住寮的话相对比较便宜 如果最极端的例子一个月只有一千日元 好一点的话就是一万到两万日元吧 相对来说一万两万日元在旁边或者是东京 是很难做到房子的 所以根据这个开销来比的话 你每月拿到十七八万到手之后 个人的开销相对比较少 经济资本积累起来比较方便 其次就是稳定的工作环境 我们在座肯定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年工序列这个词就是日本特殊的一个工作状态 年工序列就是随着你年级的增长 你年次的增长 你的职位就会慢慢上升 你的薪金会慢慢上升 相对来说如果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 或者公司的财政危机的情况下 财源是很难发现的 所以财源很难发生 相对来说工作环境比较困难 第三个我也总的详细讲一下就是成长性 成长性同时又分为薪金和能力 能力部分的话现在就直接讲一下 就是也是通过年工序列 随着年纪的增长 职位就不常会增长 然后日本相对来说它因为是发展过 在它公司的工作内容都是固定的 比如说你什么年纪在干什么事情 如果你一步一步讲它实际的去做的话 你每一个年纪层次 所获取的能力和知识 都是稳定可以得到的 相对来说你国内 还是不是很稳定的状态连比的话 能力也成长 能够稳定一些 最后一点长期留日 写了一个作出群体 就是我身边有一同学 就是没有回国的暂测 就准备一辈子就留在日本 或者说是将来会去别的国家发展 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的话 你长期留在日本肯定需要一份冷天的工作 哪怕将来你成家立业 或者是有了小孩也好 没有冷天的工作的话 在日本很难生活下去 所以这也是一个优势 劣势的话 反过来总结了五点吧 其中 就是外国人计算限制也 我会详细讲一下 第一点的话 可能大家从新闻上也能看到 日本线这一状况 其实并不是很景气 新闻中也报道 每年的这个 虽然在安倍第三上台之后 就职的成功率 包括就职的人数有所增加 但是反过来消费税也在一直增长 虽然10%也要满了 但是将来还会涨上去 所以这个对于工资的压力比较大 第二个呢 就是工作时间长 这个可能大家有所耳朵 日本是发展过来中 下班第二个的国家 正常来说很多同事同学 都是11点12点才能下班 回到家的话 真的就是12点半夜量 对于身体的状况 包括精神状态的压力比较大 这个很多同学可能也无法接受 第三个呢 刚才将晚定的工作 晚定提供了实际的年工序列的制度 但是反过来 年工序列缺乏一段灵活性 它不像国内 你能力高 你能力强 就可以快速升职 这边的话反而真的就是 你干多少年就有多少年就相应的收入 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反而我觉得是一个火力吧 因为更加灵活的制度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更好发展 这个外国人精神现实 具体来讲 我觉得不光是在日本存在的 美国呀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都有 就是说正常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是跟他们本国人没有任何区别 一起对待 一起升职 一起升职 一起加薪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你几进公司的人 他们反而会走向高层 就是因为在高层情况下 还是公司会更加信任本国的员工 因为本国的员工 毕竟熟悉自己活量的化合一天 你作为一个外国人 的话很难融入景区 如果运气好 商场去了 作为一个高层在里面工作 如果公司发生财政危机 需要财员的时候 首先财员的也会是外国人 这一点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件 我们中国也是这样的 对于外国的员工来说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肯定是先拿外国的员工进行调整 所以这一点很多东西比较担心 最后一点也是正好国内最近也在开G20 大家也都知道 国内的经济发展 肯定将来是要超过日本的 就是只是时间问题了 现在可能整体来看 对于大学生来说 就职环境可能日本还好一点 比如左边可以优势 但是将来的话 我觉得中国经济肯定是要比日本强 很多同学看中这点机会之后 我觉得与其将来机会好了 再回去还不如趁现在 虽然机会不是很好 但是比较多 现在先回去打口基础 将来的发展 估计会不会在日本强 关于成长性的薪金 我刚才说详细简介 这边是我从 ejettodisco的网站上 拿到的 关于对日本公司的一个调查 我们可以看到他写了 20岁到50岁之间 日本的平均收入 20岁的前半岁 24岁的话 平均一年收集 可以达到246万日元 平均算的话 出于12 一个月就是20万日元左右 同期相比的话 国内的话 我这边拿到的虽然不是官方的数据 但是可能大家都听过 国内有一家叫智联招品的记者 他2016年对应届毕业生做了一个调查 实际签约的月薪 平均为4765人民币 4765人民币的话 好像日元大约8万多一点 跟20万人民币还是相当有差距的 所以在这点来说的话 日本的就职反应才会比较好一点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24到50 它是一个直线 就是不能说直线吧 缓慢的增长的状态 真的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你的收入不会下降 另外可能在座位的同学会觉得 年收 月收20万并不是什么大事情 我如果打三万工 一对多大一点的话 可能也能拿到20万的工资 所以相对来说 我身边有同学 今年暑假 就一个月拿到20万 就会觉得找工作的意义不是很大 但我觉得打工 毕竟是一个体力活 而且你不能保证你一直有时间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到30岁40岁 你的体力和精力可能不能像现在这样 所以你可能达不到那个收入 反而如果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的话 在这方面 肯定会有一个没法比你的优势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外国人在日本找工作的话 究竟是有利还是没有利 这边是我从入国管理局的网站上拿的数据 左边这个图看起来可能有点麻烦 我们只看最新的平成26年的 这个是 我们知道我们大家现在可能都是留学签证比较多 找工作之后可能会换成就业的签证 换签证的话 平成26年最后面绿色的这个地方 去年26年一年有14,170人递交了这个申请 然后通过的这个另外可能不太好见 是12958人 比如说相对来说 90%多的人都可以通过 日本来说只要你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公司 在签证问题上是不会存在大的障碍的 反而 美国这是我听说的故事 在美国的话哪怕你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如果你拿不到一个签证的话 公司也没有办法 只能说跟你解除合同 让你回国 相对来说日本在这方面相对比较灵活一点 然后在这个12958的通过人数中 再看一下国家 中国是占到了64.4% 人数来说的话是8347人 我了解了我们中国人现在在日本留学中 大概有10万人左右 包括专门学校大学和大学院 在这其中每年大概有8000多人可以找到工作 相对来说就是将近十分之一 不到十分之一 8%左右的状况了吧 是一个比较影响的状况 因为毕竟中国和日本地理关系和经济关系比较密切 日本企业对于中国人还是比较开放的 这两年招聘中国人的企业也不断增多 我现在找到这家公司 今年招中国人也招了五个人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机会还是蛮多的 其次我们再看一下对于学历和就是学历的分布 今天我听主办方说 大家可能专门学校的同学比较多 专门学校的话 应该是专修学校这边 大概有每年是2130人 占到16.4% 但反过来我们看大学跟大学员的话 加起来占到一百几百分之八十 可能整个人数上来说 日本的留学生的人数中大学跟大学 也能占到大约这个人数 也就是说相比 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或者是好一点的齐点工资的话 学历也是蛮重要的 跟国内一样 日本在这边学历也比较重视 所以如果将来希望有个好的发展的同学 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在进读两年 或者是进读四年 时间的关系 我这个地方稍微跳过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不同学历的留学生 在毕业之后 起点的工资 最下面是去年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大学院修士 也就是研究生毕业的话 月薪就可以达到22万 然后本科生的话是20万 其次往下专门学校是17万 再往下高中是16万 也就是说 根据你的学科 根据你的学历 你的工资也会有变化 尽量还是推荐大家 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权利之后再找工作 相对是比较顺利一点 接下来就是 我们如果在日本找工作的话 大体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能力 这是我个人 以及跟身边人讨论总结的 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两点 第一是日语能力 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 第二就是对于在日本找工作 和日本工作老师的理解 这个是公司方面经常提出的问题 就是留学生不太懂 在日本怎么找工作 或者是在日本工作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首先我们讲一下日语能力 这边这个调查也是 刚才我讲的一家 叫迪斯科公司 针对公司做的调查 就是公司 对于留学生的日语能力 到底有怎样的要求 它是分成文科文理科 蓝色的部分 深蓝色的部分 是相当于日本人 就是native的能力 这个浅蓝色的部分 是BGNES GLP的 就是商务日语的高级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 在给你那个应用 也是给你offer的时候 大概有百分之四十的公司 会要求你达到这个水平 但是在你进公司之后 直接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五 同时理科的同学 相对文科来说 理科对于日语的要求 不是特别强 但是也会达到 在你进入公司的时候 百分之七十三左右的要求 比如我们看到 日本公司 虽然它在强调国际化 虽然我们中国同学 会应用的东西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日语能力不够强 你讲日语讲不顺的话 还是很难找到一家合理的公司 因为毕竟在工作中 百分之九十的场景 都是还要再用日语来工作的 紧接着就是对在日就职 和在日工作模式的理解 这边这个是简单 我写了一下 日本找工作的具体流程 每年日本是在三月份 开始进行找工作 然后一直进行到 大约秋天七八月份 这个时间段中 每家公司的进程 它都都是一样的 三月份开始 先写 其他人的信息 以及你个人的履历 其次呢 会有一个WebTest 或者有些公司 会让你去公司考试 考试主要考日语数学 以及有一个 就是对于你性格的测试 你的性格是否适合这家公司 紧接着就是面试 面试这地方写到数位 公司不同 有不同 短的话一般有三次面试的 多的话我听说过 有些银行会有七到八次 甚至有十次面试的也说不定 然后面试最后结束之后 通过了三等考核 你就可以拿到内定 内定的话 早的公司会在四五月份发出 晚的公司会在六月到八月份 八月份之后 基本上这一整年的就职就结束 然后第二年的四月份就职 关于这个过程 很多留学生都不是很理解 包括哪个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 这一点不理解的话 对于就是来说就比较不理 这个是针对留学生的一个调查 可能大家不太好看 我直接给大家念好了 就是留学生在找工作中 最需要的知识是什么 才能前三位的第一位是怎么面试 第二位是怎么考试 第三位是怎么写简历 写简历的话 就是直接考虑日语文件 考试的话 相对来说 日语题对留学生说比较困难 时间不是很充足 面试的话 更是直接的考虑日语 所以对于就职的理解 和对于日语能力的掌握 我觉得是在找工作中 最重要的两点 希望大家也可以在今后注重一下 那么如果想提高自己的 这两点能力的话 究竟做一些什么比较好 首先日语的话很简单 听说读写嘛 在这里写的 可能我觉得相对于读写来说 听和说在找工作中 是更重要的 因为毕竟最重要的环节 是面试环节 你能否听懂问题 能否听懂面试官讲的话 能否顺利的回答上去 比较重要 所以听和说 希望大家平时多练习 练习的话我觉得很简单 平常上学 可能经常会最重要的日语 其次就是打工 打工的话 听和说会得到很强的锻炼 尽量推荐大家去做一些 可以讲日语的 比如说就是接客啊 贩卖啊这种 相对反过来就是 你如果做一些厨房啊 或者是仓库的活的话 有一些地方公司也很高 我有听说 但是对于能力的提高 不是很强 在这点上说的话 我觉得考虑到将来 还是选择 可以尽量多利用日语的工票 其次的话 现在网络比较发达 视频包括电视啊日剧啊 或者是动漫之类的 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喜好 通过这些 关于读写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来是学校的 因为学校中老师 会布置一些作业或者是课题 把这个课题如何好好地完成 就是比较重要 其次是对于就职方式的理解的话 我觉得其实理解来说 就是对于情报的掌握 情报来说的话 其实主要分为人的情报 跟物的情报 人的情报主要就是 来自于朋友和同学 还有前辈 他们是怎么找工作的 他们找工作中 遇到了什么困难 有什么经验 然后物的情报的话 主要分为网络书籍 网络的话 我们都一定知道 通过新闻可以了解 日本正级的现状 以及哪些公司现在比较火 哪些公司不火 其次书籍的话 就会对公司的详细的介绍 因为时间关系呢 这里可能就没法 仔细跟大家解释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带给我讲 最后想讲一点 关于职业规划 我身边的同学呢 大家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长期留住工作 这样同学呢 比较适合在一种稳定的大公司 通过经验的积累 来逐渐获得自己的能力的收入 第二点呢 中长区域日本工作 积累经验回国 或去海外发展 这样的同学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 可以选择一些外资企业 这种相对短时间内 可以积累强烈能力的地方 将来对于你回国的发展 和去海外的发展 都有帮助 第三种短期工作 选择合机实际回国 这种同学可能大部分就是 在日本就工作一两年 积累一些经验和资本 这样同学的话 我身边的同学选择去IT 因为IT会在短时间内 给你攒很多的经验 都给你进行发展的培训 同时国内的IT比较发达 在这方面可能会有很多选择 时间有限 今天就简单接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方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方 人生によって 役目立ちます 今日も思います 様子 我来不来 每次都闭到 没选择 我来不来